第32题 在物质世界中 质量越大的物体 越难改变原本的运动状态 因此惯性越大 以此叙述推论 因垂头质量大于垂柄 若铁垂中的垂头 与垂柄松脱而要求 叫密合效果 应以垂头向下如幼图中 或垂柄向下如幼图幼 快速敲击地面呢 我们这样敲击地面 就是要利用一个惯性 让我们的垂头跟垂柄 能够紧密的结合 那因为我们的垂头的质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应该是让它能够要向下运动 然后呢惯性呢 比较大不容易改变 所以持续向下运动 这样才能够让它的比较能够紧密的结合 所以呢 第32题问我们说 我们应该是要垂头向下 或者垂柄向下快速敲击地面 我们答案要选的是C 垂柄向下 因为垂头惯性大 不易改变运动状态 吧